这个12岁的小女孩举起锤子 砸中女人的头部 一锤接着一锤 女人就这样被活生生锤死 鲜血见了女孩一身 可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随后 女孩又提着沾着血的锤子 走向唯一的目击者 凯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和丈夫约翰有着一儿一女 但第三胎却不幸流产 这件事成了凯特的心病 一段时间过去了 凯特打算领养一个孩子 约翰也表示赞同 于是两人来到孤儿院 约翰无意间走上楼 发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在房间里画画 女孩名叫小姨 修女告诉他们 小姨来自俄国 父母在一场火灾中不幸去世 而且由于国籍不同 很少有人愿意领养她 凯特十分同情小姨的遭遇 他们之间也很投缘 便决定带她回家 小姨对新家很满意 尤其和小女儿麦克斯十分亲近 两人时常在一起玩 小姨还专门为她学了首语 只有儿子丹尼 不愿接纳这个新成员 但考虑到儿子正直叛逆期 两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凯特渐渐发现 这个女孩有些不对劲 她不仅很自然地说脏话 甚至还将学校里的同学 从滑梯上窥了下去 导致对方摔成重伤 她将这些事告诉了修女 隔天修女便登门拜访 她告诉凯特夫妇 小姨在孤儿院期间 曾发生多起恶性事件 每一起都有小姨在场 就连带走她父母的火灾 也可能是小姨所做 而这一切都被躲在墙后的小姨听到 她让麦克斯帮忙 赶走坏修女 两个小女孩来到桥边 见修女的车开上桥 小姨一把将麦克斯推到车前 修女赶紧扭转方向 车子滑到路边 她下车跑来 查看这个小女孩有没有受伤 殊不知此时小姨却出现在背后 对着她的额头就是一锤 当场晕了过去 为了不被发现 将修女拖到了路边的树丛 见她醒来 又用锤子杀人灭口 随后小姨处理掉尸体 又将凶器和剑满血的衣服藏到了树屋 此时丹妮正在树林里闲逛 突然看到小姨从树屋爬了下来 她躲在石头后面 以为没有被发现 可当晚 小姨就来到她的床边 用刀抵住她的脖子 威胁不要说出去 丹妮被吓尿了 女孩拿出一把左轮手枪 枪口竟对准自己的妹妹 她压倒击垂 问道 想不想玩俄罗斯转盘 麦克斯看着枪口摇了摇头 她才把枪放下 第二天 凯特和约翰带她见了心理医生 可医生却说小姨 是一个内向又敏感的女孩 正在努力适应新家 反而怀疑是凯特 将不良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 而这番说辞让约翰深信不疑 当晚 修女的尸体被发现 凯特怀疑凶手就是小姨 于是便联系俄国的孤儿院 调查她的出身背景 但电话那头却说并没有小姨的记录 第二天 小姨将一束玫瑰 捧到凯特面前 而这束玫瑰 正是凯特夭折的女儿 杰西卡的代表 也是她的心灵寄托 晚上 凯特想回到房间睡觉 却看到小姨正躺在自己的床上 约翰说她抓伤了小姨的手臂 将她赶到楼下去睡了 凯特驱车买了两瓶红酒 她已经戒酒一年了 失去丈夫信任的她新会议了 本想戒酒交仇 但一想到曾经因为酗酒 险些将小女儿害死 还是将红酒倒掉 次日早晨 凯特驾车送孩子们上学 却发现丹妮的书从书包里掉了出来 她下车帮丹妮捡起书 不料车子竟溜下了泼 原来是小姨趁自己不注意 偷偷松掉了手杀 而此时麦克斯还在车子里 车速越来越快 凯特怎么也追不上 索性有泼底的积雪做缓冲 麦克斯才安然无恙 约翰以为是妻子酗酒导致了这次意外 任凭凯特如何解释也不管用 眼看家庭就要变得支离破碎 丹妮趁小姨在洗澡 她来到妹妹面前 得知了真相 便决定去取藏在树屋里的证据 可当她打开地毯下的隔层 却被小姨发现 想放火毁尸灭迹 丹妮爬上屋顶 可已经无处可逃 还是体力不支 从树上摔下来晕了过去 小姨想趁此机会消除这个隐患 危机关头 凯特冲了过来 救下了丹妮 可到了医院 小姨仍旧没打算把手 她来到丹妮的病床边 摘下氧气面罩 想用枕头焖死她 而麦克斯发掘了她的意图 她找到凯特 带着医生及时赶到财救回丹妮 可此时凯特已经忍无可忍 她冲到若无其事的小姨面前 一巴掌将她打翻在地 人们都以为这个女人疯了 强行给她打了镇定计 而约翰则带着小姨和麦克斯回了家 这个看起来十多岁的女孩 实际上已经33岁了 她将自己浓妆厌没 又把母亲的裙子 改成合适的大小 然后依偎在父亲身旁 意图与她发生不可描述的事 约翰虽然喝醉了酒 但见到女儿这副样子 瞬间清醒 怒斥着让她回到房间 还扬言将她送回孤儿院 此时还在住院的凯特 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的男人 自称是某精神病院的医师 他告诉凯特 小姨其实是一个成年人 因为患有一种罕见的荷尔蒙失调症 才一直保持着小孩子的外表 而实际年龄已经33岁了 她是院里最危险的病人 曾杀死过7个人 而之所以在脖子和手腕上 一直绑着断带 也是为了掩盖在精神病院里 被拘束医勒出的伤痕 更可怕的是 小姨专门诱惑寄养家庭的父亲 如果诱惑失败 就会杀死全家人 凯特挂断电话 驱车赶回家 但等她到达的时候 约翰却已经身中数刀 惨死在客厅 顾不上悲痛 她还要去救麦克斯 捡起一旁的手电筒 悄悄来到二楼女儿的房间 不过在床底和柜子里 都不见她的踪影 她走到厕所的警察前 突然一声枪响 凯特倒在地上 还好只有胳膊被子弹划伤 原来是手电筒的光暴露了自己 她关掉手电筒 逃到卧室 发现这里还被布置了一番 小姨拿着枪走了进来 但没有发现躲在窗外的凯特 这时 麦克斯不小心打碎了花盆 被小姨发现 连开几枪都没打中 为救女儿 凯特打碎玻璃将她扑倒 却也意外将其砸晕 趁机和女儿逃出了房子 可等警察赶到 小姨竟也不见了踪影 两人走在树林里 小姨突然举着刀从背后冲过来 凯特推开女儿 自己和她一起滚到了冰面上 见母亲有危险 麦克斯捡起手枪 不小心击碎了冰面 两人一起跌进水里 凯特费力爬上来 却被小姨抓住脚 这个女魔头还打算装成小孩子 博取同情 可用错了对象 凯特一脚踢断了她的脖子 沉入了湖底 虽然影片中的孤儿只有小姨 但整部电影里真正孤独的 却不仅仅她一个 不被丈夫信任的凯特 不被家人关怀的约翰 听不见声音的女儿麦克斯 和叛逆期的儿子丹尼 表面上和睦的一家人 内心都充满了不仍被理解的孤独 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会成为孤儿的小姨 命运却没有给过她选择的权利 而一个家庭 不应该为了弥补一个未出生婴儿的遗憾 就把她作为解决方法 或许她需要的 是能够真正接受自己的家人而已